为了避免汽机车交织造成的交通意外事故 桃园市桃园区大兴溪路三段 到国道2号南桃园交流道扎道口 从去年已开始全段禁止机车执行 机车组必须绕行大兴溪路三段380项 政策上路正反评价两极 有人认为的确安全许多 但也有人批评绕道浪费时间 根本是歧视机车组 红的转绿汽车机车同步向前行驶 但路口明明清楚标示汽机车应该分流 但还是有摩托车不遵守交通规则 为了方便硬撞车道 避免汽机车交织造成交通事故 桃园区大兴溪路三段与国二交流道口 从去年底开始全时段禁止机车执行 政策上路拼价两极 浪费时间绕一大全 我觉得太麻烦了 因为绕进去之后 在里面那边你还是要走那个小的路 那那个机车道其实设计的没有说很好 有点狭窄 如果两辆机车要互相超车的话 在那边很容易发生碰撞 禁止执行后机车要通行 必须绕行大兴溪路三段三百八十项 其实反应 这样不止车程变长 狭小车道也很容易发生碰撞 但也有民众认为 汽机车分流后的确比较安全 这样比较安全啊 怎么说 因为这样跟汽车争到蛮危险的 对因为毕竟这边是交流道 我觉得看看时候吧 如果是尖峰市段这边很多次的话 我就还是会走那边 对 因为那边比较不会塞 然后比较不会那么不危险 这样子 对那非尖峰时刻呢 非尖峰时刻的话 我就觉得这样绕一大圈有点麻烦 交动局表示 尖峰与离峰期 机车通行时间 警察只15秒 因此才全是更实施 行政上路 民众难免不习惯 但为了安全 还是会继续实行 另外 张言献增设构式牌 提醒启示留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